中国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明天中午将会到访台湾 陆委会主委王玉琪今年也表示说 会确保张志军的安全以及尊重台湾民众表达言论的自由 王玉琪还说呢不会主动讨论到马席会等议题 我们来看看来自台湾的报道 中国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25号来台 当天随即和陆委会主委王玉琪举行两岸事务首场会议 网章会登场到底谈什么 王玉琪24号下午拜会台联党团时表示 这次会谈以两岸关系发展 台湾加入区域组织以及互设办事处为主 是否会触及马席会 王玉琪说没有规划 我目前也没有规划说要主动提这件事 但是如果在过程之中 如果陆方有提出来要针对这个问题交换意见的话 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立场都是一致的 王玉琪表示张志军来台 主要是确认两岸官方首长定期互访 以及两边常态性的交流 民进党团则要求要复合立法院成做的两点决议 不可以针对一中等高度敏感的政治议题 做谈判或发表声明 不得接受一中等危害台湾主权的主张 台领党团要求针对国台办日前发表 台湾前途由所有中国人民决定的言论 王玉琪应该当面向张志军提出抗议 我们反对在这个阶段去谈一中的问题 高敏感度的政治性的议题不应该在这一次里面有任何的谈判 抗议这个范立青来讲 这个我们认为说这个陆委会要利用张志军来讲 要提出很严肃的一个抗议 王玉琪表示这次网站会时 针对国台办的言论会用适当的方式表达政府立场 这一次也没安排张志军和朱立伦成局胡志强以外的政治人物会面 维安也会在确保张志军的安全之下 充分尊重保障民众表达意见的权利 记者小林志军 叶磊琪 台北报道